大家好,我是方姐 今天又到了周末了 周日,很快一个星期过的 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了 开心的时刻呢 总是在匆匆的时候就结束了 今天呢,方姐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德国人啊 或者是德国婆婆呀 他们会不会催生 催生呢就是会不会在乎 你们俩结婚啊,要不要生孩子啊 这方面的事情 其实呢,我的 就是德国的婆婆呀 和德国人她比中国人比较 思想比较开放 她没有就想就是说 生孩子必须要传宗接代呀之类的 也没有纵男轻女这个说法 虽然她德国呢 就是女的嫁给男的之后 就是女方的性都要改成老公的 但是也可以男方的改成女方的 大多数的话 她都是女的跟男的性 就是不像中国啊 你就是男的跟女的结婚之后 你可以保留你自己的姓氏啊 她不是的 德国的话 她很多女的都是跟男的性 98%吧 也有2%是不会的 我老公她的发小 就是这个男的 她跟她老婆性的 孩子呀 她自己呀 性都转到她老婆那里去了 这也是比较个别的 我呢 就是 我们是2018年结婚 18年3月6号 忘掉了 3月6号 应该是3月6号 你的镇 然后呢 10月 3月16号 你的镇 10月6号 办的酒席 他们这里办酒席 跟国内没法比的 他们这里 我们一共就两桌人 二十几个人 我们中国那是 大桌小桌 就是 就是吃饭 你一遍又一遍的 像农村呢 像我们老家的话 农村嘛 所以呢 他们就是很多 亲戚啊 村上的邻里之间 都会来 就随里 他们这里的话 因为比较那个一点嘛 我当时我们结婚的 第二天 因为所有的人都住在 我们都住在酒店里头 然后吃早饭的时候 她发小的老婆 就说的 哎呀 你们结婚了 希望你们俩生个孩子呀 什么什么什么的 就是我听到第一个 我说心里想 他们这不是很开放的吗 他们也有这种说法的呀 其他的人 我没有听到就说 恭喜你们呀 希望你们俩生个孩子 什么的 没有 我婆婆也没有催 但是偶尔的时候 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婆婆会说 她也没有问你 就是我们说到 话感话 感到这的时候 她会跟你说 我觉得呢 还是希望你们俩 生个男孩子呀 怎么怎么的 毕竟你俩 各自都有 一个女儿了嘛 就是生个男孩子 比较好一点 我说也是的 毕竟男孩子的话 她会就是照顾 母亲 这是我的概念 脑子是这样子的 其实在 不管是在欧洲吧 还是在咱中国 其实生儿育女 也不是防老了 只不过就是一个 精神寄托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你也不指望 你的儿子能养你 你的女儿能养你 因为毕竟 孩子们长大了之后 都有各自的家庭 对吧 只不过就是 我呢比较传统 我希望的话 就是孩子们 能独自的 自己健康啊 幸福 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然后有自己的 幸福的家庭 有一份责任心 也就行了 他养不养我也无所谓 但是 骨子里头 我还是很传统的嘛 就是 摆扇笑我一些嘛 那你肯定要 孝敬你的父母 那就是 心里有个寄托 哎呀 还有孩子呀 像逢年过节呀 什么的 你会有种期盼 哎呀 孩子要过来了 什么什么的 这就是 我的心里头的想法 但是他们这里的话 像 让子女去养父母 那是不可能的 到老了 基本上都是 送到老人院里头去 那就取决于你的 个人经济实力的问题了 所以呢 就像我婆婆的话 她现在快八十了 她跟 她自己住在乡下 自己有自己的房子嘛 她也没有就说 我要你们养我呀 怎么怎么样 就说 她说 我等我过几年老了之后 搬到你们附近去 但是我不要跟你们 住在一起 也不要离你们很近 她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间 这一点的话 跟 中国的思想 有点不一样 我婆婆呢 她说 离我们这里 住得近一点 因为毕竟她就 这一个儿子 我老公 你看我老公 五十一周岁了 到四月份 她就五十二了 在国内的话 她已经五十二了 到 我在国内的话 我已经三十六了 但是的话 我在德国的时候 我才三十五 虽然下个月就是我的生日 但是我还是 没到生日那一天 我永远是三十五 我婆婆呢 她意思就是 靠近我们这里来一点 我呢 还是以我中国的方式 我想就是 就是孝顺她嘛 到老了 伺候伺候她 我跟她讲的 就是 我说 我会伺候你的 你要离我近一点的话 我会经常 每天有时间 我都会去看看你 在不上班的情况下 那上班呢 那早早的出去 晚上很晚才回来 那时候 估计她也睡着了 是吧 也不能去打扰她 我婆婆这个人呢 她比较想的比较开 她也没有 就是说 催我呀 赶紧生个孩子呀 怎么的 就是今年 去年呢 说起来就是去年 现在毕竟2021年了嘛 八月份的时候 2020年八月 九 八月底呀 应该是八月底 我们从瑞士回来的时候 在婆婆家 待了一个晚上 然后那天晚上呢 聊得比较 因为我婆婆男朋友不在 就我和我老公 还有我婆婆 我们三个人 然后在聊 聊就是聊 生不生孩子的事情 他们这里也就是说 要顺其自然 但是 我不喜欢顺其自然 我觉得 所有的命运的东西 你晚一点要 那何不趁早一点要呢 因为毕竟岁数在那里嘛 我也不希望 孩子们的相差年龄太大 也会有代工嘛 他会合不来 对吧 所以我就希望 趁着年轻身体呀 各方面的话 还有精力去照顾孩子的时候 所以就能趁早就趁早 毕竟我也属于高龄产妇了 我就跟我婆婆讲 我说我想生个孩子嘛 但是这几年的努力都没有 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婆婆就说 哎呀 这个东西不能着急的 怎么怎么样 我说不能着急 那你得 我可以去看嘛 我说关键是 你儿子不愿意去 到医生那里去看 这个东西 男人肯定不喜欢的咯 怎么怎么 还是站着他儿子的立场 替他儿子导向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也 我跟你儿子 我没有过一个 不是说没有过 是2016年的年底 就11月份的时候 我怀孕了 对吧 我就跟他讲 后来就是因为 12月份的时候 我们也回国嘛 回到中国去 然后到上海了之后 我们就直接去泰国了 然后呢 从泰国一个礼拜 旅游回来到 无锡的时候 我住在江苏无锡嘛 然后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 已经没有胎心了 我说这可能也存在一点问题 为什么就是孩子突然会 没了 对吧 这肯定有点问题 我们俩双方都要检查一下子 但是我光检查我自己 是没有用的 医生说这可能性太多 可能是压力呀 可能是男方的问题呀 可能是女方的生理的问题呀 各种因素造成的 但是光检查我有什么用 我检查 医生都说我一切都正常的 做手术过后啊 也去检查 检查你的排卵状况呀 都挺好的 然后我婆婆 她进来了 她说有过的呀 我说本来就是的 比如说你 谁现在生孩子都不容易 都希望生个健康的孩子 对不对 健康的宝宝 那你想想既然生了他 那你肯定有责任心 保证孩子的健康 我们尽我们自己 最大的努力去保障 对吧 我说那就想检查一下 可能是基因问题啊 各方面原因啊 可能医生会给你检查出来 注意了一些事项啊 她说 我们德国男的都不喜欢到医院去检查的 特别是男人 怎么怎么的 我说哎呀 在生孩子面前的话 你如果真的很想生 这么检查到医生那里去 医生也没有把你的公开来 对吧 医生对于每个病人的话 都是一视同仁的 对不对 他会保守你的个人隐私的 他没有就说 你一个男的跑 我这里来 那肯定你这男人不行啊 怎么样的 没有 所以呢 我婆婆就说 后来因为那天喝了点酒 我哭了 我哭得很伤心 因为我觉得 生孩子东西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我关我自己想要 没有用的 他儿子不想要 我就觉得 一直认为他就不想要 所以我就觉得挺委屈的 真的 所以就 不由自主的就哭了 而且哭得特别伤心 抽搐的那种啊 后来我婆婆也就说 哎呀 慢慢来 顺其自然 你就劝我嘛 然后就一直在说嘛 所以就是这一点观念的话 他打心眼里头 他也会想要 但是他不会像中国的婆婆啊 公公婆婆 周围的亲戚啊 催你啊 怎么不生孩子啊 各方面的 为什么你俩不生孩子啊 你们俩怎么的了 没有 他们这里还是比较尊重你的 你想生就生 因为毕竟 我生不生孩子 你又不帮我带 你又不给我出钱 你干嘛要管我呢 对不对 所以 他们这里是随便你的 因为我也觉得 一点就是因为 我们双方都有一个女儿了嘛 所以他也没有想那么着急 即使如果 我老公他没有女儿 他肯定会想跟我生个孩子 人家都说了 有个孩子是两个人感情的纽带 你想想看 有了孩子你都能离婚的 更何况是没有孩子了 对不对 我的个人观点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就想跟他生一个 我们俩之间的孩子 这一点我的渴望啊 这个要求呢 我觉得我必 一定要拿到 我一定要得到 我想什么就是一定要把它办到 后来我婆婆看出来了 她说 你还是多听见你老婆的话吧 毕竟你们两个人的 就是追求的层次 什么东西都不一样 我婆婆也看出来了 我说一个女人想要孩子啊 那种想当母亲的那种 迫切的心情啊 是真的 只有你自己 你才能会知道 别人的话 你是不知道的 像以前我的朋友啊 他们啊 生孩子啊 怎么没怀孕啊 我也会很放松地劝他们的 但等到这个事情 弄到自己头上的时候 哎呀 迫不得已 你没办法 你控制不了的 每个月的期待 然后都变成失望 所以那种心情太难过了 这种等待的心情 因为年轻的时候 我跟我前夫生孩子 我们是没有计划当中的 所以呢 就是没有这种心情 现在你想要的时候 你就没有 你说很难受的 我公公她是不会问 你要不要生孩子的 她男人嘛 但是我公公的老婆 就是我老公的后妈 她会说 哎你们俩生孩子啊 怎么怎么的 我让开心 我们俩生孩子了 对吧 我又年轻 对吧 我干嘛不生呢 所以呢 就是他们这里 不会像中国那么催你啊 各方面 还关键在于你自己 因为他们这里 婆婆也不会给你带孩子的 你有能力生 你就有能力带 我婆婆也没有说 我帮你带孩子 她要自己自由呢 她要自己的私人空间 她要 她要 自己很多事情要做的 我婆婆这个人 她喜欢到博物馆啊 去看书啊 去出去 跟朋友约会啊 小姐妹之类的 然后去餐馆啊 吃饭啊 旅游啊 这都是我婆婆 她没有就是说 像中国那种 给带孙子啊 给儿子带孙子啊 给女儿家带孩子啊 没有 她没有的 她这里 基本上都是这样 她不会帮你带的 所以都是 自己能生自己就带吧 反正这一点也挺好的 毕竟孩子 你要跟自己的父母 离得近一点的话 你给自己的长辈去带 会有隔阂的嘛 就像我女儿现在一样 我也很想她 因为从她 2011年的时候 她就到东北去了 我就没带她 所以呢 感情呢 虽然我是她老妈 感情在呢 但是有一点点 遗憾 没有陪她长大 就成长的过程当中 她没有我的陪伴 我也觉得 她自己会 或许少了很多的东西 她会羡慕别人 有父母的陪伴 她心里头肯定会想 为什么人家都有 为什么我的妈妈 她没有陪我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 我想当一个老母 再一次当母亲的话 我弥补自己啊 心里头这种 缺失的遗憾 我就觉得 我要把孩子生出来 生一个孩子 我要陪着她长大 在她童年 给她留下一个美好的童年 可能就是弥补我 类型当母亲吧 虽然有点自私啊 但是每个人 能不自私吗 你都是大人 选择孩子 没有孩子选择大人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选择去生孩子 你不可能说 让孩子来选择你 对不对 是不是 我的观点是这样子的 我不知道你们的观点 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呢 好的一件事情 最近就是上次跟老公讲 就是12月份的时候 上个月嘛 跟老公讲 就是同意了 今年把女儿借过来 然后明年我们去做事馆 他同意了 他说他看得出来 我的这个信念 比较坚决 不生孩子 不罢休 就是这样子的 其实在德国的话 生孩子 就是其实他的 抚养的成本 比国内低得多了 他们这里的话 他会有一个孩子基金 就是孩子的儿童钱 就是说 你生的孩子啊 他会政府 每个月会给你钱 这个钱的话 他会打到你的账号上面去 一分都不会少的给你 这一点还是挺好的 而且他们这里上学 跟国内一样嘛 都是免费的嘛 上大学了 是要花钱的 所以 而且 他们这里 试完婴儿的话 也比国内便宜多了 他们会有补助嘛 因为他们国家的话 就是希望多生孩子 因为德国的话 平均啊 每个家庭的成员 只有两个 你先想看 两个人 只有 爸妈和妈妈 没有孩子 所以他的平均挺低的 生孩子的比例太低了 所以就是一个国家的强大 我觉得还是要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嘛 不是那句话吗 所以我要培养我的希望 我培养德国以后的花朵 我自己要努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哦 喜欢我们 你就订阅我吧 好了 咱们下周日 继续来讨论 在跟德国人啊 跟欧洲人啊 外国人啊 就是中西方的观念啊 还有相处啊 之类的 好了 咱们下周日见哦 但是我的视频 每周 每天都会更新的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